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表示 如果他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星期日舉行的大選當中盛出 他的地位將會高於總統並且可以管理政府 但是根據緬甸憲法規定 配偶或子女出生於外國的人不能擔任總統 因此昂山素姬不具備擔任總統的資格 因為他的兩個兒子是英國公民 不過緬甸總統年初批准了一項法律 為修憲公投開了綠燈 從而有可能解除昂山素姬擔任總統的禁令 昂山素姬表示 即使是全國民主聯盟是贏得了8%的勝利 他們亦都願意組建一個全國和解政府 為國家開創一個良好的先例 這個不應該是一場凌和的比賽 勝者全得敗者全身 這個不是民主的爭議所在 如果投票自由以及公正 全國民主聯盟預計將會取得重大的重展 全國民主聯盟預計將會取得重大的重展 有所謂的努力 正確是拖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